印度每一個機場 你叫每一個機場 你叫一道機場 走出機場那個大門 你就會發現 門口擠得滿滿 乒乒乓拉 擠得滿滿的 全部都是人 你就要一出機場 我跟你講 印度那機場不得了 你一出機場那個 撲鼻的惡臭 這城市沒有任何一個角落 你躲得過這個臭味 我不騙你 我真的沒辦法想像 當街 都可以看到男生 蹲在路邊 我一點都不唬爛你們 出機場開始 你就會聽到那個喇叭聲 那個喇叭聲是24小時 你們一定又不相信 你們一定在想 怎麼可能會有一個城市 喇叭是 印度很多事情是 你沒辦法用你現有的知識 嘗試去理解 哈囉大家晚安 本來我還在想 這周要講什麼主題 結果呢 這兩次哦 都跟著 印度機場飛 非常非常討厭 我就決定 今天 我在阿三裡面發生的事情 講給大家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突然某一天收到一通電話 就有仲介公司 打電話來 那時也沒那麼多詐騙 也不會想說是個詐騙 就接起來 一個女生講得非常非常超 一個非常非常重的 印度口音的女生 是代表一個飛行員的仲介公司 然後有一家 有一家航空公司 叫做 我那時候聽都沒聽過 什麼鬼啊 他說 我們絕對出的比 一萬億美金高 那時候就想說 這樣 不知道開多少 那我就隨便開 開了一萬三千五百美金 沒想到對方就說 一萬三千五 OK 我就這樣子莫名其妙到印度去了 這就是大佬 當年為什麼會淪落到印度的原因 印度 大佬去的這個地方 叫做 他在印度南邊 青奈這個城市 是連印度人 都不講印度的地方 這整個城市呢 就只講方言 那印度呢 我跟你講 印度每一個機場 你叫每一個機場 你叫 一道機場 走出機場那個大門 你就會發現 門口擠得滿滿 乒乒乓乓乓 擠得滿滿的 全部都是人 我告訴你 我大佬 旅遊造這麼多國家 我發現 一個定例 是什麼 你知道嗎 落後世界的國家 他的機場門口一定都有柵欄 有警察 有警衛 不讓民眾進到機場裡面 出示真機證 他才讓你進去裡面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些貧窮落後的國家 你知道嗎 他就想要到機場裡面吹冷氣 到機場裡面去上廁所 我飛南印度 飛得太多印度莫名其妙的機場 每個機場幾乎都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 你到印度 所有你們在網路上 YouTube 書上 新聞上 看到的 聽到的 全部都是真的 你叫一出機場 我跟你講 印度在機場不得了 你一出機場那個 撲鼻的惡臭 這城市沒有任何一個角落 你躲得過這個臭味 所以我不騙你 我真的沒辦法想像 我沒辦法 大佬沒辦法用任何的言語 來說服你們相信 除非你們一到機場 走出機場 聞到這個味道 我在機場 得理喔 印度首都是得理 不是莫買 那這個機場一走出去 當街 都可以看到 男生喔 蹲在路邊 拉死 我一點都不唬爛你們 男生有蹲在路邊拉死 死一拉完 豬啊 狗啊 牛啊 衝出來 把死給吃了耶 想像不到對不對 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呢 大佬給你們看幾張照片 你們看過那公車 上面坐人 坐成這個樣子 我跟你講 印度就是這樣子 震撼 我跟你講 到印度 震撼教育 我每次 我在印度這一年 我實在 我無法理解 車子不倒耶 45度挺斜 這樣子開耶 然後呢 出機場 開始 你就會聽到那個喇叭聲 那個喇叭聲是24小時 你們一定又不相信 你們一定在想 怎麼可能會有一個城市 喇叭是 印度很多事情是 你沒辦法用你現有的姿勢 嘗試去理解 我跟你講 印度人開車很厲害 他沒有照後鏡 他可以開 但是他沒喇叭 這車不能開 在印度是真的是這樣 真的 那大家就 這個城市 你一出機場 就是震撼 眼睛 視覺 噢噁心 那聞到 噢 嗅覺不行 然後呢 聽覺那個 到你就 崩潰 你大概 3天之後 72小時 鼻子就麻痺了 那個耳朵 對這個 叭叭叭 大概也 然後呢 我跟你講 印度啊 印度 路上很亂嘛 騎三輪車的 騎腳踏車的 騎嘟嘟車的 45度快 車子快 鼓架快 攤掉的 公車的 什麼 怪車的都有 都亂擠 擠成一團 但是路上 我跟你講 只要有牛 只要有牛在那邊走 所有人就離得遠遠 只要牛 要過馬路 所有車停下來 沒有人會侵犯這條牛 只要一條牛 在路上被撞到 我跟你講 所有車子全部停下來 所有人 幫那條牛 你 你不相信對不對 我也不相信 但是你一定要去了 你才會知道 就是你一定要 親身在印度 你才能感受到的震撼 印度就有點像 我們30年前 40年前 台灣 但是 台灣出兵了不起 就是他扛個棺材 印度 路上 你經常可以看到人家出兵 印度出兵是怎麼樣 印度出兵是 他就幾個竹架嘛 把人就 把人就放在竹架上面 然後就扛著這樣 扛著游街 他在扛著人扛去哪裡 你知道嗎 他扛到河邊 橫河邊 撞水流 我怎麼講 你們都沒辦法想像 那個印度有一個很有名的地方 泰基瑪哈 你到泰基瑪哈 往後面河上看 河邊就是有人在洗澡 河上 你就可以看到我屍體在那邊飄 河邊就有人在那邊刷牙 撈著那個 腐絲旁邊的水就在那邊刷牙 就在泰基瑪哈 你也看得到 我在印度 我連 頭都不敢洗 我跟你講 你們現在去觀察印度人 人家就去看印度電影 你就要去查印度人 你就要看到大部分的印度人 包含印度女人 幾乎都是禿頭 搬頭髮就是 輸的不得了 為什麼 有人知道嗎 這就是大佬的研究 我研究發現 橫河水 進到自然水場 酸性實在太高了 我跟你講 印度 落地之後 他那個空服員 空服員 是拿DDT 我們飛ERJ 載體客機 中間一個走道 空服員就拿DDT 左手一罐 右手一罐 從前面 走到後面 走到後面 然後再走回來 手就抬起來這樣噴DDT DTT 不是噴效滅章 是 不知道DDT是什麼的 就Google一下 DDT 而且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們在登機 在登機 客人邊在 機艙裡走 空服員在那邊邊噴 然後DDT就直接 這大概 就是你們 想像的印度 所有 零零種種 你們聽到的看到的 包含大佬今天講 就是這個樣子